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酒驾在日本是会被人深恶痛绝的 而且法律对此惩罚力度是相当大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没有酒驾了 虽然我国的法律没有如此之言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要知道酒驾害人害己 生命只有一次 望各位车主且行且珍惜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